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大概有15分鐘的時間 因為之前我和梁院長約跟大家分享了 對於隔五戰爭的一些反思和觀察 在座的或者都有一些事情可以分享 或者是可以跟我們交談一下 時間交給各位台下 兩位專家 其實我也想請問 就是整個中日隔五戰爭 在很多國際上的看法 都覺得其實就是中國的兵力 海軍也好 或者是整個兵力來說 很在心態上 是有一個不戰都會輸的情況出現 其實兩位專家認不認同 還有撇除之後沒有經費的問題 本身中國那時候的海軍 因為我們看很多電影、電視劇 其實說到海軍其實很勇猛 但最後都是輸的 究竟哪個才是真相 都是真相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會想 你剛才所說的 打得很勇猛 這件事 如果根據當時的隔板上的一些揚員 的一些記載 因為中國的人士的記載 是相對地少的 隔板上 丁與昌寫的報告 有幾種說法 有就是說 劉布蟬代他寫的 一個著名的專家 叫戚其章 他在五零年代的時候 就訪問過定遠上面一些水手 基本上他們都覺得 如果我們說實戰上面 中國軍人的投入方面 其實他們是做得到的 如果我說幾個洋員 譬如說 一個德國的洋員叫漢立根 有一個叫戴諾爾 有一個叫馬吉薰 這些等等 都是來自不同國籍的人 他們對於中國的軍人 在戰場上表現 他們都是肯定的 這是一面 我昨天說的一件事 我們分辨兩件事 第一就是軍隊進入戰場的時候 那個狀態 就牽涉到 就像我們所說的 後勤補給 艦隊的質素 領導 或者是備戰的 我們所說 現在最喜歡的 logistics 等等的因素 這個是進入戰場的狀況 另一個就是 他實際上 所謂actual fighting 真的打的時候 如果真的打的時候 如果從軍人的實際表現 其實是很專業的 問題就是 我之前所說 叫大家可以留意的 就是在之前的被戰的狀況上面 是誰做得更好呢 這個實際上 我之前提及過 1888年成軍之後 其實就面對很多 維修上的問題 戰略上面 有人批評 認為李鴻章本身就是 因為北洋藍都是他的政治資本 如果打起來的時候 輸了的話 最大的政治資本就沒有了 所以就一路 一開戰的時候 就有一個所謂的 備戰補償的策略 就是 不打好比打 這個就是 所謂變成 在我們所謂的封島海戰之後 我們很認識的 高星輪被打沉之後 其實就是 一方面確保 中國的藍隊是有活動的 第二方面 如果可以不打 就不打 這個就是當時的策略 可能是某種程度上的牽制 所以我會覺得 昨天你問的問題 就是兩方面 兩方面都是真的 就是說 在進入戰場的狀況的時候 是順於日方的 實際的對戰 表現是不差的 尤其是在1點 大概我們說是12點半左右 在第一炮 如果打到2點之前 其實是軍勢的 接下來就是 紀律的問題 就是旗艦被打 打壞了指揮台之後 那些艦隊要各自作戰 變成了 每一隻艦隊 每一隻艦 他們實際表現的狀況 就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所以出現了 有艦艇自行逃走 也有側翼的艦艦 很快因為行速慢 被人圍打 很快就著火 所以變成 很多因素構成 那我先說一下 或者是梁教授有沒有補充 你知道我這個題目 大概是完全不懂的 因為如果是打一場戰爭 他們的部署、武器 或者是人手、甲板上面的東西 我一直都沒有什麼留意 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不一定說中國沒有人 打得的人就大有人在 你看看現在我們民間或者電影裡的英雄 在那段時間裡 隨便找到很多人 邱馮甲、劉永福 甚至黃飛鴻 他們全部都在那時候 人呢 我相信中國一定有人才 中國有英雄人物 有現在航天、深海、人才很多 你說武器 可能也有些買回來 很漂亮的戰艦都有 但最大的問題 我自己經常都覺得很可能是這個 官場的文化、制度 如果你看看現在中國 在政治裡面 那麼多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例如貪腐的問題 在晚清這個問題也很嚴重 因為這些問題 實際上影響整個國家社會 最重要的核心問題 你打了一場仗的失敗和成功 實際上都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些問題 就是當時有些人說 是否贏了這場仗 對中國就會站起來 但是那些貪腐仍然存在 很多例子 買官、拔著 然後社會裡面的不公平 都仍然存在 這些問題 我覺得 我們應該關心多些 或者我自己得關心多些 對於怎麼打 怎麼出拳 我一點都不懂 其實梁教授的觀察也很正確 不如說 當日定遠藍上面 我們知道了 丁宇昌就是提督 他旁邊就是漢立根 這隻鐵甲籃的男長就是劉布禪 如果說得最詳細 那麼多人之中就是漢立根 他德文的報告 我也是幾年前才看到的 他對中國觀察文化 批評是最為激烈的 當然他自己本身有些不得志的怨恨 但是我記得看完之後 有幾句說話 他說的時候 他提到官場文化是其一 總結性就是 空空如也的倉庫 空空如也的露袋 似有實無的領導 用這樣形容當時的北洋藍隊 我先講到這裡 或者再給大家時間 兩位港姐你們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這一場1895年的中日教育戰爭 如果沒有打到的話 其實對他們兩個國家的關係 或者他們的外交 會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麻煩你 如果沒有打到的話 當然沒有打到 沒有打到的話 就是日本會繼續走他的 其實打不打他 都會繼續走一個西化的路線 但是你看回日本未到甲午之前 西化了相當一段時間 比中國徹底很多 包括高校中學生的制服 全部都改了 就是說那些學校裡面的教什麼 他們的風紀 全部都改得很徹底 但是你知道他1891 就開始有一個 反回原來的國家 那個傳統的一個帝告 一個皇帝的命令 那這個 我就覺得他就說 到了1905之前 他已經對自己的傳統 對自己的歷史 對自己的應該珍惜的東西 開始有了反思 那中國呢 就從來沒有這件事的 這是傳統的 就一直希望維持我們的傳統下去 西化的 你走一條就是兩邊對立的路線 就是說西化派裡面自己走出來一些 對於自己的本質 對於自己的文化 對於自己一些所謂精髓的 值得繼承的東西 重新的反思 這個很少的 當然我們會看到幾個 包括我的遠房親戚 還有梁啟超 就是他們呢 在西化裡面 就仍然都 間中會有一個 反思傳統的一段時候 但我覺得在日本 在政府的立場 在明治1891年 正式頒布 一直到93 就是甲午之前 就是雷利風行的 希望所有的人 雖然已經學了歐洲的東西了 雖然已經是 大家都用了這個 新的現代化的很多技術了 但是 第一件事 是不應該扔的 那就應該回到那裡 這個就是 我看到一個 相當深刻的 印象的一個 它的提告 我想請問兩位教授 當我們教導 或者讀到 中日甲午戰爭 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會將 中國的洋務運動 和日本的 名次為新 作一個對比 我想請問兩位教授 你們認不認為 中國在這個 甲午戰爭的戰敗 就標誌了 洋務運動的 徹底失敗呢 另外就是 如果將中日甲午戰爭 放在全球的歷史裡面 或者在中國的 大歷史的環境裡面 去看 到底這場戰爭 在中國 或者在全球史上面 或者在中國的 現代化上面 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很感謝兩位教授 我先說一些 其實 中國和日本 始終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以中國的復原這麼大 一下子要將整個國家 都將它現代化下來 一定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所以即使是去到 1978年之後 當鄧小平要去改革中國的時候 其實他都無可避免地 要走一件事 就是先要讓個別地區發展起來 如果我們講現代化 有一個字眼去形容 就是講現代性 這個東西 即現代有什麼特質呢 譬如我們今天所講的 譬如民主、人權、工業化等等 我們都將它等同為現代化 現代性的特質 要將這種現代性的特質 即是要在中國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裡面 在19世紀 即資訊這麼不發達的 一個處境之下 要它普及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而對比起來 日本當時 要發揮這件事 是比中國更容易的 另一方面 我們是否 中國當時的現代化是很失敗 我自己經常都會去想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中國的現代化 是六零年代左右開始的時候 如果我們看看1895年的時候的 北洋艦隊 我們當時的那支艦隊 之前我說的 中國傳統那些是水師 然後在打這個鴉片戰身的時候 還有一些傳統的火船 意思就是燒著船 然後衝過去別人 引起別人的戰艦的焚燒 但是到北洋艦隊的時候 我們已經想想 是鐵甲艦 已經是受英國和德國訓練的海軍將領 然後在甲板上面 大家說的是英文的口令 那時候你想想 在一個這樣的國家裡面 發展出一個這樣的境貌 30年裡面 其實這個成就也不可以一筆去否定 問題就是 我說的那個廣道 可能是要在這個國家裡面發展出來 就是有它的難度在這裡 我先講這裡 我自己認為 沒有一樣東西叫做 complete failure 就是徹底失敗的 因為每一次改革 其實都累積了很多新的知識和新的經驗 這些不是一次戰爭可以抹去的 但是當然這個比較就很有意思 也有很多人做過 我也記得就是 就是衛藤沈吉 就是日本的所謂廢正清 就是第一篇寫這個 比較日本明治為新 和中國羊毛派羊毛運動的一篇文章 我自己呢 就是很沉迷過一陣間 就是晚清的羊毛運動至無出為新這段的歷史 那時候也是讀大學後期 就很想去日本留學 所以也是看過 基本上是整套的明治文化傳集 我發現到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明治文化傳集裡面 我那時候日文到現在都不行 但是多數都是漢字 裡面讓我看到一個很驚奇的東西 它翻譯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法律 歷史或者外交的文獻特別多 而我看這個自強運動至到無出的時候 主要是格子 主要是西方翻譯的文字 要麼是傳教士 就是宗教的文字 要麼就是科學 就是科學和技術方面 歷史書很難才撿到太西紳士濫耀那些出來 就是說在這方面 就不是一個主力的 如果你要有西學 有改革的一個參照的對象 就不是向文化、法律、歷史這方面 就落手的 但是日本就在這方面 時間差不多 而且大家幾個領袖 明治天皇的年輕人 光水皇帝的年輕人 還有一個暹羅的君主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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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King and I 的兒子 都是年輕人 都很想西化的 這幾個比較之下 我覺得日本 是注重多些西方 所謂人民的傳統 法律和外交歷史的傳統 遠多於中國和這個暹羅 尊重的 天皇的 那麼 我們在這裡 你就 哪